關心終止今晚戰況 三半季即將封王的忠信兄弟 在陳青湖是踢到鐵板了 自家的先發投手王子安 前面兩局就丟掉了5分喔 對 因為投手的表現不佳 而且忠信兄弟的打擊也遭到了 一大先發投手希克來壓制 所以中場忠信兄弟就是以2比6輸球 這個週末確定無法提前封王 這一球打擊出去在左半邊 落在界內形成安打 全力打王高國輝沒有繼續開轟趴 那不過一局下超出全隊第一局安打 把胡志龍送到得分的大門 讓下一棒的一大神拳林毅拳 可以輕輕鬆鬆轉打點 我要來看一下這個距離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忠信兄弟先發的王子安 開賽著上演大崩盤 這個半局先是被鄭達鴻 捕上安打丟掉第二分 接著二局下烏肉偏縫連夜宇 不但被一大打線串連安打 自己和隊友還接連自亂戰交 再來這顆直球打在二壘方向 韓定翔沒有辦法掌握住 一大靠棒子在前面兩局攻下五分 反觀忠信兄弟得分還得靠投手爆頭 這個時候打到稍微露球 一大先發的希克主頭七局被超出五直安打 另外還標出十張老K 每週不足的只有四局和五局 都因為爆頭各掉一分 七局下胡志龍附上一發 左外野方向的陽春炮 讓比賽就此以六比二定局 一大收下進來的四連勝 忠信兄弟則是這週末瘋王的希望落空 UDN TV 吳明星總和報導 一點點 跟 Take T stars 我抑鬥當大的希望